恭喜基隆市连续两年获得永续城市优等奖 我们恭喜基隆 在主办单位公布下 基隆市副市长林伟发从周刊发行人手中接下讲座 这已经是基隆市连续两年拿下永续城市优等奖 今年基隆市以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再生能源装置容量成长率 及盈利事业营业销售额成长率等三个项目 在飞六都主与宜兰彰化同获优等奖 另外发出了感谢市民的支持与配合 也强调基隆市政府团队将继续努力 在兼具社会力经济力及环境力的发展下 打造基隆市成为永续移居城市 基隆市事实上在不管再从我们的社会面 我们经济面跟环境面 事实上市长上任以来 对这整个的都非常的投入跟努力 虽然基隆市在北北基陶的共同生活圈里面 对硬指标来讲基隆市是处于比较不利的 那但是我们在其他的部分 我们是非常努力的 所以连续两年的得奖 那在这一方面 当然我们也希望 藉由这一边我们基隆美丽的山 海港的这个特色 然后去发挥把我们城市建设成一个健康 安全宜居 然后能够以国际 永续城市接轨 依据联合国SDGs17项永续发展目标为基础 并与调查机构合作 以客观公正数据指标及民调结果 综合评比全国六都与十五县市 在永续治理及具体施政的成效表现 主办单位认为 今年各县市政府在各项指标数字表现 都有很大的进步 今年的调查 我们的社会力 环境力 经济力 都是在指标上都是往上走的 是幅度大或小的问题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 也在一在看到我们所有 这个县市政府首长团队的努力 第二个是在经济力上更是突出 当然这也是得以台湾的特殊的战略位置 跟我们的经济长期的努力 包括桃园市长郑文燦 屏东县长潘孟安 嘉义县长翁张良 嘉义市长黄敏惠等 都亲自出席领奖 并与其他县市分享自理经验 主办单位期盼 透过永续城市SDGS大调查 让21县市相互参考交流 整合彼此优势 推动经济共农 社会共好 环境共美的永续愿景 记者张旗腾 台北报道 台北报道